范诚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狠狠打了华少的脸 当孔雪儿在综艺中第一次见到鱼子酱时 年少无知的他便提出了一个问题 原本是个再正常不过的问题 可孔雪儿却遭到了华少的无情嘲讽 随后老师让孔雪儿先天吉利品尝一下 或许是觉得这个动作不太仰观 于是他便选择了一口闷 而这一幕也遭到其他嘉宾的集体嘲笑 仿佛不会吃鱼子酱就是犯了天大的错误一样 然而在另一档节目中 同样不会吃西餐的范诚诚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某综艺中 节目组安排嘉宾去高档餐厅吃饭 当时服务员端上来一盆泡着水果和花瓣的水 起初范诚诚还以为这是用来喝的 这是洗手的还是喝的 直到被服务员提醒 范诚诚这才知道这原来是洗手的 而范诚诚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也遭其他人的嘲笑